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上个周四大家看到一条新闻的时候都感觉非常开心 因为从那天开始全国所有的县域都变成了在防控方面的低风险地区 这下子好了 但是这种高兴劲和这种平静只持续了不到一天多的时间就被打破了 因为吉林省吉林市下有一个舒兰市 它是县级市 一下子由低风险地区变成了中风险地区 又迅速的变成了高风险地区 而武汉的东西湖区也变成了中风险地区 原因不复杂 出现了确诊病例 而且不止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5月7号以来 吉林省吉林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 而辽宁省沈阳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但是请注意这一例是由吉林来 所以一传十五是由这十五加一共同的构成的 5月9号以来 湖北省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是六例 它来自同一小区 那么我们该不该紧张起来 同时我们的内心该不该紧张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吴教授您好 刚才我说了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心情一样 上周四的时候心情非常好 但是一天多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 无论是吉林的 还是武汉再次出现的这个多人病例 大家一下子感觉非常紧张 我想知道您紧张不紧张 我不紧张 因为像这种情况在我们预料当中 如果你还记得在1月30号 我们第一次做这个一加一年限的时候 当时做这个疫情走私的预测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拖尾会相当时间相当长 那么这也正是了这个拖尾相当长 当我们看到每天有这个灵性的病例报告 特别是有这个阳性检测载的报告 那么我们知道的话 这种灵性的发生 这个四回四回出现的 也就是说当大家 比如说公众会以零来去界定一个 这个就是结果 同时以这个低风险区域 全国都成了来界定一个结果 其实它是动态的 对吧 随时会被打破 也是在你们的预料之中的 关于这个灵病例的话 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期待 这个可能很多 都把这个2003年 非典流行的时候 当出现灵病例以后 双清零以后 就没再发生过这个新的报告病例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非典流行的 这样一个历史 或者它的这样一个经验 还这个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那么我们也期盼的话 这个新冠肺炎当出现零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重复像这个非典的这个疫情一样 新冠肺炎呢 远远比这个非典要复杂 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呢 还是非常有限 从它的传播方式 防控的难度和临床表现来看的话呢 它多比这个非典啊 要复杂的多 要困难的多 那么这些呢 也给我们对它的认识呢 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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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